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偏为有素材的免费下载方式 将素材整个拖入时间线 因为这个素材是有音频的 来听一听 呼呼的风声很有感觉 所以我们留着音频备用 这个视频素材是一个宽屏的格式 我们先制作底部扇风的效果 选中V1轨道上的素材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将缩放值改为135 让素材充满画面 然后拖动位置的数值 让扇风的顶端靠近左下方 露出风顶即可 然后我们开始制作顶部的扇风效果 按住out键 向上拖动V1轨道的素材 复制一层 前面几季都讲过快速复制的方法 选中V2轨道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将旋转的数值改为180度 将缩放的数值改为150 调整位置的数值 让扇风的位置偏向右下方 这时我们发现顶部的素材 盖住了下面的素材 没关系 在效果空间里找到剪材 分别托入V1V2轨道 先选中V2轨道 在效果空间面板里 找到刚才拖进来的剪材选项 向右拖动顶部的数值 刚好露出风顶即可 我这里数值是27 然后拖动羽化边缘的数值 让边缘更加的柔和 我这里的数值是76 我的数值大家可以参考 不一定非要和我一模一样 选中V1轨道的素材 在效果空间面板里找到剪材 向右拖动顶部的数值 我这里也是27 然后拖动羽化边缘的数值 让边缘更加的柔和 我这里的羽化数值是91 再次分别选中V1V2轨道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调整一下两座山峰的距离 好看即可 方便后面添加标题 这时我们发现画面的中间 还是有一条裂缝 这个裂缝割裂了整个画面 不太好看 来接着往下看 在素材箱里 右键选择新建项目 彩色遮罩 用吸管工具吸取裂缝边上的颜色 点击确定 将V1V2轨道的素材全选 向上拖动一层 然后将彩色遮罩拖到V1轨道上 也就是所有视频素材的下方 将时间线上素材长度和其他的素材保持一致 这样是不是就自然多了 我们等于给他做了一个底色 请同学们把妙打在公屏上 来播放看一看 一个气势磅礴的镜像效果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制作文字标题 点击工具栏的文字工具 将播放指针一道开头 在预览窗口上点一下 输入标题文字 我这里是这个Alpen 就是阿尔卑斯山的英文名字 打开基本图形面板 找不到的可以打开顶部的菜单的窗口 勾选这个基本图形就看到了 调整文字的大小 字体用一个粗一点的 位置刚好放在上下山峰的中间 刚好盖住一点上面的山峰即可 点开外观下面的这个填充 把这里的实底改为线性渐变 我们要做一个渐变文字 将初始颜色设为云的金色 结束颜色设为白色 将描边打上钩 颜色改为深灰色 树枝改为6 这样文字整体的配色和画面是比较搭配的 微调一下文字的位置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上面山峰 盖住文字的效果 没错 聪明的同学应该猜出来了 要抠图了 抠图 先把文字的涂层拉长和其他的素材长度保持一致 然后将V3轨道的素材拖到文字涂层的上面 也就是V5轨道 这样山峰就盖住了文字 选中V5轨道的素材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找到不透明度 点击钢笔工具 在预览窗口里沿着山峰的轮廓画出蒙版 这部尽量的细致 过程中可以将画面不停的放大缩小 方便精确绘制蒙版 然后勾选蒙版下方的这个已翻转 这样山峰就被抠出来了 这时我们发现抠出的山峰没有了背景 显得很突兀 不自然 嘿嘿 我有办法 按住奥特键 将V5轨道拖向V3轨道 复制一层 然后选中V3轨道 在效果空间面板里 删除不透明度下面这个蒙版 这部的作用 其实是让V5轨道的素材盖住文字的同时 又露出了V3轨道的背景素材 看起来是不是已经很自然了 还不把妙打在公屏上 累死我了 现在的山峰和文字都还是静止的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关键真动画 我们要实现的效果是 顶部的山峰慢慢的从上面露出 接着文字从山峰的后面露出 然后才是底部的山峰从底部露出 我们先制作顶部山峰的关键真动画 选中V5轨道 将播放指针移到大概8秒的位置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在位置前面的小秒秒上点一下 建立一个关键真 然后将播放指针拖到开头 向左拖动第二个纵向竖直 将山峰移出画面的顶部 来播放一下 发现还有个背景没有动画效果 就是我们前面复制之后 删掉蒙板的那一层 很简单 按住奥特键 拖动V5轨道的素材 复制到V3轨道 相当于复制了一层 并且覆盖了V3轨道 然后选中V3轨道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删除这个蒙板 这部的作用是复制好动画效果的涂层 删除蒙板 同时露出了背景素材 省去了给背景制作关键针动画的步骤 并且保持了关键针的参数完全一致 看到这儿有些同学可能有点蒙了 其实你照着一步一步做就不会蒙了 光看不行 加油 接下来我们制作文字的动画效果 选出文字所在的V4图层 拖动播放指针到顶部山峰完全出现的位置 差不多就是8秒的位置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在位置前面的小描表上点一下 建立一个关键针 然后将播放指针拖到开头 向左拖动第二个纵向数值 将文字移出画面的顶部 来播放一下 这个文字出现有一点点突兀 我们给文字加一个见显的效果 选中文字图层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将播放指针拖到文字完全出现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可以点击位置边上这个关键针这里的小箭头 看见没有 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关键针的地方 然后在不透明度这里的小描表上点一下 我们要给不透明度建立一个关键针 将播放指针再拖到开头 将不透明度的数值改为0 来播放一下 是不是有了见影见现的感觉了 请同学们把庙打在公屏上 接下来制作底部山峰的关键针动画 选中底部山峰所在的V2轨道 将播放指针拖到文字完全出现的位置 也就是8秒左右 进入效果空间面板 在位置前面的小描表上点一下 建立一个关键针 然后将播放指针拖到文字快要出现的位置 差不多4秒左右 向右拖动位置的第二个纵向的数值 将山峰再移出画面的底部 来播放一下 这样整个效果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加上背景音乐 来整体播放一下 整个效果虽然不难 但是还是需要一些耐心的 能看到这儿的同学都是好同学 抠个1让我看到你 本期用到的素材 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同名 零有叔叔爱摄影 回复镜像 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做到这儿呢 有点心理话想说给你们 现在教程区的风气呢 我觉得非常的不好 简单的效果大家觉得没意思 稍微复杂点的效果呢 你们有没有耐心看完 别说跟着学了 导致我的教程播放完成率 非常的差 这样呢 也就没法获得平台更多的推荐 搞得我都没有动力 继续做下去了 所以希望对教程感兴趣的同学 第一一定要有耐心 想学剪辑就别怕辛苦啊 想有点成就 天下就没有不费精的事 第二 我的教程也没有收你的钱 对吧 动动手指 支持一下有什么费劲吗 就说那么多啊 你们看着办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是刘叔叔 爱你们 别个心